上課應該這些都講完了 而且你都會的話 我想你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很厲害了 okok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部分 我們剛剛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有什麼呢 正向、反向 還有這個 用比較簡單的寫法 乘有沒有 字串乘幾個 它就輸出幾個 這種寫法還滿ok 可是後面有一題變化 我把這一題複製之後 貼過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加一個space 什麼叫space 就是一樣是正向的 或者是一樣是反向的 但是邏輯多一個什麼呢 前面要補幾個空白 有沒有發現 剛剛本來是什麼 正向的有沒有 我們本來是從這邊過來 就不會有空白的問題 可是如果我是從這邊過來的話 那就會有空白 空白的問題就是怎麼樣 一樣 如果你有 一顆心的話 前面要補12個空白 如果你有兩顆心的話 你要補11個空白 剛好空白總數 跟那個信號總數相加 一樣是13個 也就是最後一個是 只有信號沒有空白 那這樣要怎麼寫呢 OK這一題恐怕就是 給各位一個動腦 那當然你如果這種寫法 你就不能用剛剛精簡的寫法 精簡的寫法 精簡寫法好像也可以喔 輸出兩個 不過Printer 因為Printer它就會換行了啦 Printer後面自動會幫你加一個換行 所以如果你Printer12個空白 它就會換行了 不過你可以把那個空白 來把換行給吃掉啊 有沒有前面有講 Do點End等於空的 或許也可以喔 那我這邊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剛剛類似的方法 就是99的碼表類似的方法 1.先增加一個空的字串 2.讓它跑 總共也是13列 所以I的部分呢 是1到14 就13停下來 那這個地方是處理空白 幾個部分 那我用13去減 什麼13去減 因為如果我是第一次的話 因為我的總數 假設I是一個的話 那我就減下來是12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用它乘上幾個空白 中間是加一個空白 也就是說呢 幫我產生一個串接啦 幫我串在 所以加等於啊 關鍵也是加等於 先串一個什麼啦 所以這邊這一行輸出的話 它會先串12個空白在這裡 再來的話呢 就再串什麼呢 串幾個星號 串在哪裡 串在這裡 所以呢 追的部分串在這邊 然後這個空白串在這邊 然後呢 在最後換行 換行 放在這裡 OK 所以有三個東西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一樣邏輯 所以I等於2的時候 就輸出什麼呢 11個空白 有沒有 串在這裡 再兩顆星 再一個換行 A10類推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齁 如果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 想想看我剛剛講的 先輸出 什麼 空白 然後再串星號 換行 自己想想看啦 這程式 總行數是有八行 看有沒有辦法 讓它更簡單一點點 請各位也許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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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